走那么久 还没到吗 那就这儿吧 开始吧 你服了吗 不服 那我就打到你服 这太龙也够顽强的 被你说了一百多次 还想继续呢 要不是我卸了他关节 还不知道要和他僵持多久 不过正好 他以后应该不敢 再纠缠小五了吧 走吧 吃饭去 哥 你快看那是什么 好怪的大球啊 那好像是拍卖场吧 上面的标志应该是拍卖场专用的拍卖锤 拍卖场 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我记得大师说过 只有在两大帝国的首都才有最高规格的拍卖场 里面甚至连魂谷都有的卖呢 那也得先把饭吃了再去啊 可是好像每家饭店都满足了 那都怪太龙那个家伙 耽误我们这么久 哥 那有快餐 我们随便吃点 然后去拍卖场吧 老板 你这饭怎么卖 小姑娘 我这盒饭好吃不贵 两个同魂比一份 怎么样 那就来两份 对了 你把我那份的肉多给我搁 这怎么成 你也该多吃点 我不要紧了 你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大师说过 你们男人要多吃肉 不然会没体力的 小五 不论以后发生什么 我都会像现在一样守护在你身边 你永远都是我最真爱的小五 你永远都是我最真爱的小五 嗯 嗯 好啦 我知道你疼我 咱们快吃饭吧 有精神力残留在这一带 自己磨铜 自己磨铜 好可怜 哥 究竟是什么样的宝物 让人不惜杀掉拍卖场的护卫 也要夺取 难道是环蛊吗 嗯 站住 现在人等不得入内 这里是拍卖场吧 我们想进去看看 对不起二位客人 请问你们 是否持有竞派资格认证呢 竞派资格认证 你们连竞派资格认证都不知道 难道实现擅闯吗 只有拥有竞派资格认证的客人 才能进入拍卖中心竞派 资格认证的准入门槛 是一万惊魂必资产证明 这也是为了避免有人恶意竞派 还请两位见谅 就没有其他能够进入的办法吗 如果是卖东西的话 也可以进入 但所卖物品 必须经过我们天斗拍卖场 鉴定师鉴定 价值要超过一千金魂币 那我们就拍卖这个吧 这是什么 一种武器 两位里边请 鉴定师 这两位贵宾希望能将此武器 进行拍卖 此武制作十分精巧 请问这是什么武器 能否展示一下 我叫它寒沙射影 而且有毒 有毒 此武器威力较大 是否有合适的环境可以展示 请